此时代电视,吴隐隐报道 专体就业方面的消息 为迎接东奥的来临 东奥筹委会就设立了一个倒数钟 而在近期,联邦政府的赤字大幅攀升 就令到国债中也重现眼前 目前全国失业情况严重 受到国民关注 本国电讯工人工会一部有失业中的汽车 就在一个多月前由厄泰华出发 在全国各地要求政府保障本国工人的职位 而该部汽车今天就来到温哥华 有拉佩尔报道 车上显示着的数字 就在目前全国的失业人数 显示不用一分钟 本国就有一个人失业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tatistics Canada another Canadian becomes unemployed right now every 34.9 seconds and that's just way too fast So we're using the clock as a visual symbol so people can't ignore this issue and then using the petition to encourage the government to try and add more jobs or retain the jobs in Canada and improve our economy as a result 这辆有失业中的汽车是由屋泰华出发 经过34天途经30多个城市 来到最后一站温哥华 他们沿途也都收集了8000多个市民签名 促请联邦政府限制一些国际企业将工作职位外判到海外的国家 他们会在稍后将签名递交给联邦政府 对于省府会否限制本省企业将工作外判到国外 省府就没有直接作出回应 不过就以书面声明重申 Base省将会投放140亿元 加快基建工程 创造8万8000个职位 并会拨出1亿元 为省民提供技术培训计划 新时代电视记者蓝培尔报道 而在另一方面 省钢铁工人工会和卑斯劳工联会